人生短短数时在 每个人都在寻找理想的生活状态 有的人忙忙碌碌 为生活奔波 有的人悠闲自在 只求舒适快活 有的人历经坎坷 仍坚强乐观 有的人风雨坚诚 也抵立前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但纵观人生 最好的状态就藏在这三句话中 忙时不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上班时 手头上正有一项工作忙的不可开交 突然 领导又布置了几手的任务 拟乱了分寸 不知如何是好 回到家 明明已经身心疲惫 却还有一堆家务事要处理 当你做家务时 孩子又在旁边捣乱 状况百出 每天手忙脚乱 却还是力不从心 网友小庄分享过他的一段经历 他有段时间工作很忙 不仅要布置四个车间管道 做设计方案 还要学习专业规范 准备考试 每件事他都想做好 可是越忙越乱 他每天焦头烂额 愁得睡不着觉 于是他去找朋友诉苦 朋友听完他的描述后表示 工作不影响学习 学习也不耽误工作 是你自己没安排好工作和生活 听了朋友的话后 他认真反思了一下 自己平时做事的方式 才意识到自己做方案时 想着如何布置管道 话管道时担心没空看书 做事总是不专注 导致什么都没做好 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 他不再慌慌张张瞎忙一通 而是静下心 仔细分析 他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方式 根据工作量 合理分配时间 每天先按事情的轻重缓急 做好规划 改变做事方法后 他整个人轻松了许多 尽管事情没有变少 进度却快很多 而且合适的节奏 让他感到无比充实 越是忙碌 越要稳住心态 只有捋清事情的头绪 才能一步一步解决问题 成年人的世界 不仅要忙着工作赚钱 还要经营好自己的家庭 不但要面对生活的琐碎 还要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有时会因为事情繁琐 而乱了手脚 可越忙 我们越要调整自己的状态 做好合理的计划 让自己保持头脑清醒 才能在生活的琐碎里不乱方寸 来源 全景视觉闲时 不费看到过一句话 生活可以匆忙 但不要慌乱 日子可以清闲 但不能荒废 生活有忙有闲 日子张弛有度 才是成年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作家李尚龙分享过 他的一位程序员朋友的故事 朋友刚辞职 有些迷茫 情绪也不好 李尚龙劝他先随便找个工作干 他却摆摆手 人生有多少时间 可以这样什么也不做呢 朋友就这样静静待了一年 没出去找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后 李尚龙再次见到他 竟发现这一年的时间 他不但没有颓废 还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 他不仅偷偷考了驾照 而且还减肥二十斤 读了一百多本书 考了注册会计师资格证 并且顺利找到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 一年不见 他的改变 让李尚龙刮目相看 空闲的时间里 他认真规划 提升自己的能力 把原本悠闲的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 这让我想起话 一个人的成就怎样 往往看他怎样利用闲暇时间 当生活的节奏慢下来时 有人得过且过 有人收放自如 他们把闲暇时间 都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从而越闲越废 时间一长 便渐渐没有了斗志 其实闲暇时光 是一个人提升自己最好的时机 可以读书 滋养精神世界 可以运动 增强身体素质 让自己有丰富的知识 健康的身体 去应对生活的挑战 只要利用好这段时间 不仅可以刷新自己的能力 还能为未来储蓄更多的能量 来源 全景视觉难时不耸之前 长沙51岁的外卖小哥 姚志刚火爆网络 他曾经是风光的某银行行长 拿着高薪 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因为一次创业失败 他赔光了全部家当 靠送外卖维持生计 此后 一身黄制服 一辆小摩托 一个送餐箱 成了他生活的新装备 从高峰坠入低谷 巨额债务压的他喘不过气 他也一度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但他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选择了重整旗鼓 从头再来 刚开始送外卖时 他不熟悉地形 经常跑错路 后来每次送餐 他都会用心记下商圈的位置 在脑海中预演各种路线 他还把附近的几百个商家 都做好了标注 自制了一张取餐图 入职的第一个月 他就送出1580单 成为名副其实的善王 第四个月 他成为配送站站长 面对采访 姚志刚笑着说 自己人生的下一个目标 是升职当区域经历 回望这一路的经历 姚志刚坚定地说 跌倒了不可怕 只要能爬起来就行了 人生不是只有一种定义 大不了从头再来 人生路上挫折难免 人在逼谷的每一步 都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信心 但很多时候 生活不会给勇敢的人封路 只会对逃避的人下狠手 面对磨难 弱者胆怯 化地为牢 强者破局 终有出路 周国平在人生不较近理说 人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 但可以支配对待命运的态度 平静地承受落在自己头上 不可避免的遭遇 既然我们无法逃避 人生中的坎坷 不如以一种 凡然的态度来接受它 修炼好自己的心态 学会在风雨中奔跑 痛痛快快一场也好 来源 全景视觉什么 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每个人的答案截然不同 但人生百态 酸甜苦辣 我们只管用心去感受 忙时不慌 遇事不经 就能顺利走出困局 闲时不费 不紧不慢 就能静心打磨自己 难时不耸 苦时不愿 就能成功渡过难关 有忙有闲 才是生活的节奏 有苦有难 才是人生的标配 余生 愿你能不负时光 不畏艰难 接纳事事无常 享受花好月圆 作者雅静 始终相信纵然极风起 人生不言弃